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2奈米制程试产顺利,传出原定新竹宝山厂,今年下半年先量产,高雄厂明年接棒开出产能的石城大翠油门。 今年内将提前实现高雄、新竹南北两地2奈米同步量产。 注意基本面大爆发,下半年单季营收,有望首都扣官遗诏,蓄势挑战一季赚二个股本,改写单季新高记录。 台积电单月营收历史新高,新高落在2024年10月的3142亿元,之后几个月即滑落到2600亿元至2932亿元左右。 单季营收与获利新高都落在去年第四季,当时营收为8684.6亿元,每股纯益14.45元。 若今年下半年单季营收跨过一兆,平均每月营收要达33333亿元以上,比现阶段增加二成左右,获利更将比历史新高大增于三成,展现强劲爆发力。 对于传出二奈米提早量产议题,台积电重申,二奈米制程技术进展良好,会如期在2025下半年进入量产,有关技术最新进展,以圆月法说会内容为主。 业界盛传,台积电高雄二奈米手作厂进展顺利,渴望快速衔接宝山二奈米失产进度,在宝山失产良率已超越三奈米失产初期的进度下,有处提前一计,步入量产前准备作业。 预期二奈米将于今年下半年,同时在宝山及高雄厂先后导入量产。 台积电原规划高雄厂2026年开出二奈米产能,若今年内即迈入量产,等于提早达成今年南北连线同步量产二奈米的目标。 台积电高雄厂提前扩产,举办二奈米厂扩产典礼时,高雄市长陈其迈,行政院长卓荣泰与供应商等出席见证。 据悉,台积电针对宝山与高雄厂二奈米订单分配也早有定案,宝山厂首批产能早已被苹果全数包下,主攻苹果使用,高雄厂则用来支援非评客户群。 另外,也传出英特尔也将争取二奈米于今年内投片,现在客户群排队已至2027年以后,等于二奈米尚未量产,就已获得超乎预期的市场需求。 台积电二奈米生产基地已规划竹科宝山与高雄厂区,竹科宝山可扩充四期,高雄厂区面积则可达五期以上。 外转南科厂区也可动态升级产线,导入二奈米乃至A16等制程,以因应客户需求。 另外,就在台积电在台湾高雄厂举办二奈米扩产典礼上,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、记忆营运长齐永沛当时表示, 这次的典礼意义非凡,不仅代表台积电二奈米进行顺利,更展现台积电回应市场强劲需求,高雄晶圆22厂全期投资将超过1.5兆新台币。 齐永沛表示,高雄新工厂有望在2025年下半年按计划开始量产二奈米晶圆。 台积电二奈米是目前全球在密度和能源效率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,效能及功耗皆提升一个世代。 与三奈米相比,在相同的功耗下,速度提升10%至15%,在相同的速度下,功耗降低25%至30%. 齐永沛表示,台积电二奈米量产后,前两年客户委托设计油片数量将会超过三奈米同期表现,并在量产五年内驱动全世界约2.5兆美元的终端产品价值。 据介绍,台积电高雄晶圆新厂办公大楼已接近完工,第一期厂房正在装机中,第二期厂房目前举行上量仪式,第三期厂房在进行结构体工程建设。 齐永沛表示,台积电在高雄还有第三期、第四期、第五期的晶圆场都会在这里落地生根,每一期晶圆场大约是其他公司晶圆场的两倍大。 全期完工后,捷径市总面积将会超过46座标准的足球场,加上台积电在南部科学园区其他的晶圆场,共同成就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服务聚落。 台积电表示,其新建的高雄晶圆场将为台湾经济增加7000个技术岗位,并将继续在台湾扩张。 此前,人们担心其在美国的投资会削弱其在台湾本土的业务。 台积电高雄晶圆场采用2奈米技术生产台积电最先进的晶片。 今年3月,台积电刚刚宣布在美国增加投资1000亿美元。 台积电和台湾政府部门都曾多次表示,该公司的大部分生产将留在台湾。 台积电对台湾经济十分重要。 台积电没有直接回应,人们对其在美国生产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,对当地经济影响的担忧。 只是笼统地提到该公司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。 同时保证台湾将继续作为该公司的总部发挥关键作用。 齐永佩表示,他们将继续寻找,扩大在台湾投资的空间。 他补充说,该公司将继续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。 行政院长卓龙泰感谢台积电重申,即使在全球扩张,台积电也将榨根台湾。 美国总统川普曾多次批评台湾,称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业务。 他希望制造业回归美国,在此之前,美国宣布了新的扩张计划。 川普曾考虑对半导体进口征收关税。 4月上旬,他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全面的进口关税。 台积电在1月表示,2奈米工艺有网案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实现量产。 除了高雄,台积电总部新竹也将生产2奈米晶片。 台湾在手机、汽车等各种领域的晶片制造方面占据主导地位,引发了人们对过度依赖台湾的担忧。 作为辉达、苹果和高通的主要制造合作伙伴,台积电在美国晶片行业中占据核心地位,将更多生产转移到美国本土。 这将解决这些公司的重大供应链风险。 除了台湾,日本晶圆代工创企Rapidus4月开始调试晶片制造设备,计划在4月底开始试产先进半导体,这是其制造AI组件的关键一步。 这家成立两年的公司,正准备在2027年大规模生产采用2奈米工艺的半导体,理论上,这将与台积电在晶片制造能力方面相媲美。 迄今为止,日本已拨出1.72兆日元,折合115亿美元来支持这家出创公司,以期驳回被美国、台湾和韩国抢占的部分技术领导地位。 日本还将向Rapidus提供高达8,025亿日元,约合54亿美元的额外援助。 72岁的Rapidus执行长Betsuyoshi Korg表示,开发2奈米技术和大规模生产技术极其困难,未来还有更多的实验。 他们将一步一步降低错误率,赢得客户信任。 Betsuyoshi Korg还表示,Rapidus4月已首次使用ASML设备进行及此外EUV曝光。 他说,第一批测试晶片可能会在7月问世,该公司仍按计划在北海道北部岛屿的工厂大规模生产先进晶片。 随着人们对台湾技术依赖的担忧加深,从零开始创建一家尖端合同晶片制造商的尝试,赢得了日本政策制定者的支持。 Iway Cosmo Securities分析师Kaz Wioshi Saito表示,尽管日本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支持,但2027年商业推出2奈米生产线的可能性仍然很小。 直接开始制造最先进的半导体,几乎是不现实的。 要想取得成功,Rapidus需要掌握ASML的最新设备和工具,但那里的大多数工程师都是第一次学习使用这些设备和工具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